亲爱的,为什么你不打招呼就走了?这是你第一次来我家,昨天刚来,今天就离开。而且我父母也不知道,你对他们也太不尊重了,最起码的礼貌要有吧。 我也是事出紧急,家里来电话了,说是有点事情要我马上回去,所以我没来得及跟你说,你就代劳跟你爸妈说一声吧,以后有时间我再拜访。 你这突然的变故让我怎么办呢?我妈为你准备了好多东西,买了很多食材,和亲戚朋友都约定好了,今天都会来我家吃饭,一起看看我找的找个女朋友长的什么模样。 现在倒好,你直接放我鸽子了,我倒是没有什么关系,那些亲戚朋友明天就来了,如果他们看到你不在,他们会非常失望。 你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,让你第一次去未来婆婆家的第一天,第二天就离开,哪有这样的,你让我的脸往哪里放? 再说你家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,你必须马上回去,这不总是好的吗?为什么突然发生了紧急情况?你有事瞒着我吗?有什么事情不能往后放一下? 平时你可以无理取闹,我可以原谅,但这次我不会依着你,你赶紧回来,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那我就实话跟你说吧,我第一次来你家做客,经过我一天的经历下来,真是把我震惊了,没想到你家还有这种操作,简直没有人性呀,你嫂子挺得七八个月大的肚子, 顶着三十度的高温,把自己关在厨房做饭,既然没有一个人帮助她,怜悯她,都感觉理所当然,你知道多不容易吗? 更别说明天要招待亲戚朋友,我看着你嫂子带着肚子在厨房里忙着洗菜做饭。 当你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,她是一个肚子大的孕妇,不得不做五六桌人的饭菜,你哥哥不知道如何帮助他的妻子,我真的不能接受像你这样的家人,没有这样欺压人的,看到了你嫂子就看到了我以后的生活。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,原来你离开是因为这个,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?我嫂子做饭跟你有什么关系?你是个吃饭的,又没让你干活。 再说自古以来,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在做饭吗?不是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吗?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?而且咱们结婚后,我们必须住在城市里,没有那么多的亲戚和朋友。 所以,你不用担心做这么多人的饭菜。再说了,我和大哥不一样,当你做饭的时候,我肯定会帮助你,你可以放心,发生在我嫂子身上的事情,肯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 你不要看到别人怎么样,你就会怎么样,这跟你没关系,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。 亲爱的,你相信我,赶紧拿着行李回来,现在还来得紧。 你可得了吧,你说了算吗?咱们结婚还不是你爸妈说了算,昨天你妈趁你出门的功夫,早就和我进行谈话了。 不但询问我的家庭情况,还明确告诉我,咱们结婚后要和你父母一起居住,他们方便给咱照顾孩子。 这不是明显的,不想让咱们过二人世界吗?想想真的很可悲,你家女人一点地位都没有,你妈妈说她就是这样来的。 她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,但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,我不能改变你家的习惯,但我可以让我不嫁给你嫁。 我可不想被琐碎的事情困在家里,失去自己的精神自由。 聪子,能不能不那么任性?我没告诉你吗?我们将来不会住在家乡,我和我哥哥不一样, 我不会让我妻子一个人做饭那么辛苦。你也知道我的厨艺还不错,当我去你家的时候,我不是为你的家人做饭吗? 你父母对我做的菜赞不绝口,凭时我自己做饭,你可以放心,结婚后,我永远不会让你一个人做饭。 再说就因为这点家务的问题,你不至于这样呀。 你想让我说什么,你会相信吗?现在说的一切都是徒劳的,如果你能在家帮你嫂子做点工作,或者帮你嫂子说几句好话,我可能不会那么坚决的和你分手。 你嫂子的今天是我的明天,而且再一点就可以看出你家其他的做事方式,完全不把儿媳妇当人,简直就是地位低下的庸人。 你这样说话就是无理无据了,就因为我嫂子挺着肚子做了顿饭,你就觉得我妈虐待她了,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吧? 再说,你问过我嫂子的感受吗?如果是她喜欢你,自己主动要求做的吧?而且哪个女人不做饭? 就你矫情而言,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,我嫂子她自己什么也没说。 你在这里为她抱怨什么不公平,没有让你去厨房做饭,请你不要护理乱想好吗? 不管我是否想的太多,我都不能拿下半辈子的幸福开玩笑。 我是个女人,我输不起,所以长短不如短痛,我们分手吧,以后不要再联系了,好聚好散。 亲爱的,我向你保证,你真的想的太多了,自从我们坠入爱河,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? 此外,我们将来不会回到家乡,我们只在春节期间回去,即使我们让你做饭,我也会帮你的。 就像我去你家的时候,我也会去厨房帮你做饭,这一切都很正常,这里怎么会变得不正常? 从表面上看,这只是一件小事,但从这些小事上,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庭氛围和习惯。 而且,你妈还明确跟我说,你家拿不出那么多的彩礼,只能给三万一千八,并且还让我们家拿出一定的陪价,这样他们才会有面子。 我不知道,这是不是给我在上课,反正就是给我在婚前打个种预防针,我们恋爱两年了。 虽然分开会很难过,但为了以后的幸福,我还是要忍痛和你分手,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,就这样吧,你也好自为之吧。 就这样,女人挂断电话后,坐上飞机回了自己家,但男人此时不淡定了,她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的父母竟然背着自己找到女友谈话。 这下好了,两人直接分手了。 妈,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? 聪子拿着行李已经离开咱家了,你说你没事嫌的吗? 你找她谈什么呀?有什么话不能让我在中间传达吗? 你说你找什么急啊?你说怎么办吧? 你说什么?你女朋友自己跑了,她怎么能这样做? 不就是我和她商谈了一下结婚的事宜吗? 也不至于这样呀,再说这些事情早晚都需要谈的,我提前跟她说一下, 让她回家跟父母转告一声,我有什么错? 再说,因为这点事就耍脾气走人,这也太无理取闹了,简直不可理喻,明天就是亲戚朋友见面的时候了, 你父亲和我的老脸真的被你丢了,你爸爸和我对他不够好吗? 我们招待不周吗? 看看我们十里八乡的媳妇,哪个婆婆会对他们这么好? 为了迎接她的到来,我可是花了重金买礼物,还让你嫂子挺着大肚子忙前忙后的做饭, 咱们一家人怎么就对不住她了? 妈妈,不是都怪你给那些破规矩,让嫂子做饭吗? 聪子到了厨房后,看到嫂子一个人在厨房忙,我们都在看电视吃瓜子,没人帮忙, 而且你吃饭的时候不让嫂子上桌吃饭,所以聪子担心她以后会像嫂子一样, 所以她坚决和我分手。 儿子,分手就分手,这有什么大不了的,谁家娶媳妇回来是供着的,不都是伺候咱们一家人吗? 不是来当少奶奶的,再说爸妈攻上大学并不容易,我们还在等着将来和你一起享受幸福。 如果你娶了这样的媳妇回来,你家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地吗? 将来,我们将搬到城里和你一起生活,我们还想和你一起享受几年的幸福, 你是我养的儿子,不能让你媳妇自己霸占呀。 妈,你真是老糊涂呀,当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? 叫你哄着我女朋友点,我不想和她分手,因为这个城市的房价太高了, 我们家一辈子都在大城市,买不起房子,如果我娶了她,你就不必拿钱给我买房子了。 我奋斗的时间比别人少了几十年,他们家很有钱,可以帮助我拥有一切, 咱们只要忍气吞声憋屈几年,这样什么都有了,现在好了,全部化为乌有了。 儿子,你们几年的关系真的想因为这件小事分手吗? 你去找她好好聊聊,多说些好话哄她,然后买些贵重的礼物去见她的父母。 你告诉聪子,她嫁给我们家后,我们什么都不让她做,你赶紧哄她吧。 实在不行,我陪你去也行,我没想到这个小女孩这样难对付, 只是说了几句话,她感觉不中听就放弃了,心也太狠了,是我疏忽大意了。 行,那你赶快转给我五万块钱,我给她买点好东西,必须把它挽回来, 要不我下辈子怎么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啊? 妈,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 男人拿到母亲转的钱后,火速跑到了女友的家里, 给她买了一大堆礼物,还向女人承诺,今后一定会善待她, 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只要不和她分手就行, 还拿了男人母亲签下的承诺书,今后不干预两人的婚后生活, 为此女人内心有些心软,但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男人谎言, 大家觉得女人会答应男友的请求吗?